真聪明的旅人 绝不用功做成才旅 他只是巧妙的偷懒 球们好 我是爱与客蔡师兄 欢迎收看师兄砍球 今天继续来讲业余系列 素材来自韩国球友思路 前面说到了一个话题 打混双 旅球员难以过瘾 打旅双呢 对抗的强度又不够 不足以激发旅球员的潜能 于是有了一个偷巧的练法 旅双PK篮单 俗称球场脚肉机 两个单打独斗能力 略弱于男选手的旅球员 主队对抗一个篮球员 这样旅球员能得到强有力的锻炼 同时篮球员也打得输竿润飞 胜负还有悬念 好了 回到球场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球员 大长腿秋香 小可爱 静香 头哭男 薄普 分析的视角 主要从旅双的角度出发 首先来说说旅双常见的三个问题 一 走位和球路的冲突 我们来看这个回合 一开局秋香推压反拍后场 薄斧后侧下压 静香回顶薄斧抛高 这个时候旅双从平行轮转成前后站位 但秋香没有选择下压 而是回拉对角 接下来 静香没有后退 被薄斧中刹中路得分 这是非常典型的走位和球路的冲突 在秋香回拉高远之后 很明显对手最佳的选择就是下压杀球 这个时候还留在往前 相当于浪费了一个防守的兵力 同时给对手当了把子 搭档起球后 前场球员不退 一般只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搭档回球的节奏不好 根本没有给自己留出后退的时间 第二种就是自己防守能力太差 根本接不了杀球 退了也是白退 这个回合里 静香前面已经接了一排蓝队员的杀球 而且回顶的质量还不错 所以静香是有一定接杀能力的 有后退的资格 就看有没有后退的机会 师兄认为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秋香回拉的球数并不是很快 而且是对角球陷入偏长 静香应该利用这个短暂的间隙 后退参与防守 这里多说一个心理上的问题 如果按后退的逻辑走位 但是退回去还是被对手杀死了 这样的案例经历多了 是不是就证明后退的思路是错的呢 师兄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 如果完全接不住就说明实力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 对于不是一个等级的对抗 你不管用什么思路 输球的概率都很大 如果有一定概率能接住 那么就要尝试去多接 接的多了 防守的能力慢慢会变强 承担失败的风险 得到有价值的锻炼 比输赢更重要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反守摆脱能力太弱 我们来看这个回合 一开局静香起球 博虎发起连续进攻 两派追静香 一派追秋香 攻得快防得也精彩 尤其是秋香的正派抽球 破坏了博虎的上网连贯 导致其后仰抛高 接下来 吕霜从平行轮转成前后站位 秋香没有杀球 而是收掉中路 博虎接调快推反守 秋香回挡往前 博虎高点扑球得分 平心而论 这个回合两香发挥的不错 一开局顶住了博虎的猛攻 而且摆脱出去后 自己获得了后场下压的机会 但调球处理的不好 速度慢又是中路 给了博虎推压反守的机会 目前这个阶段 秋香的反排被动球 几乎只有过度直线往前 这一个点 这相当于是间接告诉对手 我的命门在哪里 博虎那小子也很配合 专盯着秋香姐姐的反排练手 这句话很经典 反守这个词 你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 其他的技术名词 一个球员 一旦有了明显的技术痛点 那么接下来的 大概率事件就是对手 会格外的关照你这个痛点 问题三 中路接杀缺乏明确的分攻 我们来看这个回合 一开局 秋香退腰 博虎反排抛高 接下来双方开始对拉高远球 注意 旅双的走位有前后到左右的变化 就在相持中 博虎突然变速 强杀中路 两相接杀漏球 球友们可以思考一下 这个接杀球 谁的责任更大一些 师兄的理解是 先不论球离谁进谁接这个逻辑 就假设这个球刚好在两人中间距离一样 那么两人的担当有区别吗 师兄认为还是有的 中路球一定是斜线的人责任更大 因为直线的人防守距离短 面对冲击速度更快 防守的压力更大 可以看出 静香的站位比较靠近边线一侧 而秋香的站位比较靠近中线 这是合理的 直线在速度上压力更大 所以防守的面积要小一些 保护直线侧边线多一点 而秋香主手斜线速度上压力相对小一些 防守的面积反而要扩大 所以中路的球 静香的原则是能接就接 不能接就放 秋香的原则是尽力去接 争取去接 好了 说完三个缺点 还是要表扬一下两香的优点 即后场有一定的得分能力 一般来说 女队员的后场是相对弱项 不像男子球员有那么一派速度上的优势 更没有连续提速的强行抢分能力 那么两香是怎么在后场得分的呢 我们来看这个回合 在对拉的香池中 秋香通过伯府的反排 给静香制造了一派后场下压的机会 静香一个后蹬起跳突然杀对角 干脆利落打了靠近右腰的落点 这个球没有伯府的杀球那么猛 但是节奏和落点特别好 香池中突然的提速 线路上打了伯府一个转身球 落点也非常靠边 我们再来看一个 先是在对拉的香池中 静香跟住了伯府的一排提速 又打回香池 这一次是秋香在后场突然变速 收掉直线 落点非常靠边 不然看出女子球员要想在后场得分 主要取决于节奏的突变和落点的精准 好了 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 上一期获奖的球迷 请看屏幕下方 本期继续送出五个VIP 感谢球友们支持 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 你在蓝领的对抗中有什么心得和感受